为了跟情人在一起 他竟然趁着老婆生病 落手催花 文言 放心地走吧 你名下的公司和产业 已经都过户到我这了 我会花着你的钱 养着我心爱的女人 一边嘲讽一边注射空气 女孩疼得身体颤抖 直冒冷汗 不过相比身体的疼痛 心里的疼痛更加入骨 曾经那么深爱的男人 如今却亲手要了他的命 女孩心中暗暗起誓 如有来生 定要你们这对渣男 贱女血债血肠 伴随着监测一气低的一生 女孩的生命就此终结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 发现那个渣男竟然就在面前 想都没想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 打得男人一脸猛逼 文言你怎么了 是不是做噩梦了 等咱们登完季 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女孩听后疑惑不解 冷声低难登什么季 这里是民政局吗 拿起手机查看日期 女孩大脑一阵混乱 心想刚刚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民政局 难道老天看不过去 又给了我一条生命 不管怎么样 今天绝对不能跟赵雨顺 这个渣男结婚 男人绅士地上来打招呼 好久不见了郑小姐 两人四目对视时 一个不成熟的坏主意油然而生 李承贤是吧 是个不错的人选 说着便拉着她向外走去 李承贤则是一脸猛逼 紧张询问我没得罪你 有什么事咱们好商量 女孩没有理会 直接将她塞进自己的跑车里 上车后两人沉默不语 李承贤率先打破 平静询问道 郑小姐到底怎么了 咱们交集不多 我应该没有惹到你吧 女孩冷冷回着没有 找你过来是有事商量 那个 你来民政局办事 肯定带着身份证了吧 李承贤紧张回着带了 你要干嘛 带了正好 跟我结婚 现在就去办 李承贤听后惊恐万分 紧张询问你说什么 跟你结婚 女孩坚定回着室的 现在就去跟我结婚 千亿女总裁为了报复渣男 在民政局门口随便找个男人结婚 你应该清楚 可我结婚没有任何风险 我主导的新能源汽车项目 马上就能变现 我的工作能力 经济实力 学历风平都无可挑剔 当然 我对自己的外貌也很有信心 我昨天刚更新了 个人财产公正和健康体检报告 郑小姐说的这些我都相信 只不过现在这种气氛 根本不像是在谈结婚吗 女孩听后摇头否认 表示这里讨论结婚再合适不过了 民政局就在眼前 非常方便登记领证 并且手中还有现成的合同模板 时间紧迫 你有什么条件我会尽量满足 李承贤听后小声逼难 这哪是谈婚 明明就是在商业谈判嘛 郑小姐这么轻易把自己嫁出去 不怕我是个坏人吗 女孩回着你的资料我一清二楚 李家十二少 吃喝玩乐样样精通 在自家公司挂职销售 但几乎没怎么上班 不是吧 这你都知道 女孩微笑回着当然 我的实力无可挑剔 可是我还没想好条件 而且体检报告和财产公正 都是半年前的 女孩微笑回着没关系 我相信你 心想上一世一年后你就赶了 身上也没有什么花边新闻 李承贤听到他说相信自己 脑袋中的回忆渐渐浮现 几天前 走路时碰到一个大师 大师看他气韵表示很神奇 明明是个短命的人 却有贵人能帮他强行改命 李承贤以为他乱说也没在意 大师见状叮嘱到 最近有陌生人发出邀请 希望你不要拒绝 李承贤被他逗笑了 吐槽着每天都有小姐姐想跟我喝酒 如果全答应我会累到原地去世 说完便带着朋友们向酒吧里面走去 想到这里他快速下车 郑小姐 我答应你的请求 跟千亿女总裁赏婚 想想就刺激吗 女孩仔细审约合同时 前夫哥快步跑了过来 文言你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走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女孩用力睁开他的手回怼 赵雨顺你真行啊 先把我抽的巴掌印盖住再出来追我 这么注意个人形象吗 文言 我是怕记者拍到恶意炒作 咱俩急着登记 不就是为了应对上周那些报道吗 你不说我都忘了 报道的账我会慢慢和你算 说完便要转身离开 可没走两步赵雨顺就冲了上来 文言你到底怎么了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女孩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 冷声露齿我跟你说过 别碰我 花花公子为了保护千亿女总裁 直接将好兄弟推出来等枪 大家快看哦 顶级男团金人亨居然来这里办业务了 周围的女孩顿时双眼冒光 短短片刻 就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李承贤一看机会来了 拉着女孩向里面跑去 两人走进电梯后 李承贤询问 那个人是你原本的结婚对象吧 文言不屑回这渣男一问 我会和他一笔比算清楚的 李承贤调侃你就不怕 我也是个渣男吗 你堂堂李家十二少 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 至少不会算计我 李承贤听后一阵尴尬 补槽着你的表情不对吧 女孩子被壁咚不应该害羞吗 你怎么这么正点 又不甜又不萌 不好意思 我的人设可是高冷女总裁 不是傻傻的甜妹哦 所以说嘛 跟你结婚感觉就很怪 两人来到公正处 快速办理了手续 李承贤吐槽怎么看都不像结婚 更像是商务合同交接 拿过结婚证一阵惊呼 这照片拍得不赖吗 看着很有负气象 不过 你好像比我大一岁 女孩定睛一看还真实 微笑调侃着以后叫我姐姐哈 姐姐罩着你 李承贤听后笑嘻嘻 公身回着好的老婆大人 文言一脸无语 心想嫁给这个小皮球 不会是个错误的决定吧 调整好状态 他拿出手机 魏希珍 我这边已经办理好了 马上回公司 你现在立刻帮我办件事 去查一下报道 我和赵雨顺绯闻的那个记者 我怀疑他跟我二叔联手搞我 两人从民政局出来后 文言询问你开车了吗 要不要我送你 我是坐惊人亨那小子车来的 现在他被围住 好像真得蹭一下你的车 两人说话间 前夫哥轮着大脚丫跑了过来 李承贤吐槽他还真是坚持呢 文言你听我说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行吗 是不是这个男人威胁你 如果是这样我来解决 李承贤一看矛头指向自己 既生气又想笑 大侄子 你怎么能这么跟十二叔说话呢 李承贤回着当然 念在你是我大哥的私生子份上 赶紧从我的眼前消失 毕竟我大度温柔又绅士 动起手来影响形象 你说是不是老婆大人 李承贤你不要得寸进尺 你要针对冲我来 不准调戏我的女人 赵雨顺你也太搞笑了 你这个脸上三分隐忍三分愤怒 再加上一分委屈的演技 不进去影视白瞎了 既然你不死心 那我就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郑文言小姐的合法章 前夫哥看到结婚症顿时晴天霹雳 赵雨顺你好自为之 以后别再缠着我了 看到媳妇被人抢走 前夫哥瞬间变得黑暗 郑文言你个浪蹄子 是不是很早就跟这个小白脸好上了 李承贤健壮忍无可忍 拉住他的胳膊就是一个过肩摔 直接将前夫哥摔得坑击一声 大侄子 有些话该讲有些话不该讲 我希望你能想清楚 要是再敢缠着郑文言小姐 就不是这么点惩罚了 这霸气的举动 顿时赢得美人的好感 郑文言你这样对我 就不怕你二叔威胁你吗 现在只有我能帮你 女孩听后不屑回怼 这天底下还没有我怕的事 如果有 我也不需要你来帮 男人看到媳妇跟人跑了 顿时气得心脏狂跳面容扭曲 我花了那么多心思 才让你卸下防备 眼看就要成功了去被搅局 我不甘心 我过不好你们也别想幸福 男人发泄完开始复盘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难道是敏真妹妹出卖了我 李承贤开着小车哼小曲 白白捡了个大美人 哥谁谁都开心 文言则是坐在旁边沉思 刚刚那是真的还是在做梦 如果是梦的话 岂不是冤枉赵雨顺吗 算了不纠结了 只要调查出那个记者 有没有被我二叔收买 再确认他跟郑敏真有没有奸情 我就能知道究竟是重生还是做梦 哎 今天跟这个李家十二少结婚 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不过以他的小趴菜能力 可以让我随便捏骨 哪怕最坏的情况 我也能全身而退 郑文言小姐 你为何一直盯着我看啊 难不成你真的喜欢上我吗 喜欢谈不上 但最起码不反感 否则也不会拉你江湖救急 你真是女强人当惯了 一般情况女生听到这么问 要么傲娇扭头说才能有 要么害羞地说你乱讲 到达目的地后 文言表示车子他先拿去开 到时会让助理联系取车 对了 咱俩都结婚了 是不是要住在一起啊 以后是助你呢还是我呢 文言听后顿时一愣 你的聊妹技术真的很一般 看来喜欢你的那些小姐姐 都是为了哄你玩的 李承贤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心想我真的那么糟糕吗 文言走进公司 两边员工列队迎接 走向电梯时 员工们纷纷讨论起来 听说郑总今天去领证了 对象是那个李家的私生子 叫赵宇顺 哎呀这个赵公子有福了 娶了咱们郑总以后就可以躺平了 文言走进办公室 两个姐妹开始洒话 恭喜老大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 这是我和贤真的红包 文言微笑回着多谢 你们有心了 不过要把这里收拾干净 不许给保洁阿姨添麻烦 贤真开心回着没问题 保证完成任务 希真刚才我让你调查的是有进展吗 女孩回着银行那边提供了消息 那个将记者半个月前收到一大笔转账 但他是从柜台存的现金 银行也查不到来源 那你去查一下将记者的住址 调取附近监控 一定能找到他和某人接头线索 希真回着没问题 老大 你是怀疑你二叔跟记者勾结吗 不是怀疑 而是几乎肯定 但要先找到证据 敢算计我 我就跟他们慢慢玩 对了 把这个锁进柜子 顺便将我的体检和财务报告 发给李承贤一份 女孩疑惑询问 是那个华星集团十二少吗 文言回着是的 李承贤把我的车开走了 你和他联系一下有空取回来 女孩看着结婚证疑惑不及 心想老大不会是跟李承贤结婚了吗 文言看到他在发呆 轻声说着打开看看吧 女孩子天生爱八卦 贤真快速跑过来凑热闹 当他们看到结婚对象是李承贤顿时懵了 我记得我之前给老大整理 适合结婚男青年中 有这个人的名字 不过他在最后一页 没什么潜力 看来是赵雨顺出现了什么不妥的地方 所以你才让我查他 你们给我记住 赵雨顺一心要我死 所以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们查的途中就明白了 别看这个女孩长得像好人 其实背地里蛇蟹心肠 不但抢了表姐未婚夫 还利用她争夺表姐财产 雨顺哥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男人冷声质问你是不是背叛我 女孩听后疑惑不解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背叛你呢 为了支持你去完成理想 我连跟你在一起都偷偷摸摸 哪个女人会心甘情愿 让自己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还不是因为我爱你 所以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终于熬到和我堂姐结婚了 你却要把我踹开吗 男人看他不像说假话 赶紧承认错误 表示是自己误会了 雨顺哥 你就算怀疑全世界 都不该怀疑我对你的真心啊 说完便开始撒娇 低男人没有一个轻轻哄不好 男人慢慢摘下口罩 吓得女孩弹射出去 你的脸怎么了 刚刚还说爱我 现在却又嫌弃 女孩紧张回着没有 我只是心疼的 雨顺哥 到底怎么了 你的脸怎么肿这么高 男人坐在沙发上吐槽着 本来领证进行得非常顺利 不知道郑文言抽什么风突然反悔 几次三番的羞辱我不说 还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雨顺哥你先别急 我让眼线去查查什么情况 怎么能不急 他都和别人结婚了 女孩听后顿时猛逼 疑惑询问他跟谁结婚了 男人咬牙回着李家十二少女成贤 什么 那不是你小说吗 怎么会这样 男人听他嘟嘟没完 心情顿时有些不爽 雨顺哥你不要乱了阵脚 就算他和别人结婚也没关系 只要让他知道是场误会 他依旧会对你好的 我堂姐不轻易接纳他人 但若是接纳了 就会全心全意地当对方是自己人 若是让他知道误会你了 他会加倍补偿回来 到时你还可以利用李承贤 打探华心高层的动向 敏珍你说得非常对 他这么一闹对我更有利 心情大好搂过女孩就是一口 想要深入了解一下 却被女孩给打断 还是先想想怎么挽回我堂姐吧 等你成功了 我们有的是机会贴贴 小妖精 等我搞定郑文言 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我先走了 眼线有消息记得告诉我 女孩看着他离开 拿起纸巾开始擦嘴 被他碰过的衣服直接丢掉 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亏得我和爸爸压住给他 如果再这样我只能换人了 上一世 女孩疯狂赚钱忽略了家人 如今重生归来 决定把亏欠的都弥补回来 到达老宅后 女孩轻轻推开大门 母亲就像哈士奇一样冲了出来 再次看到母亲眼泪潸然落下 快速扑进妈妈怀里哭泣 尽管在外面她风光无限 是高高在上的千亿女总裁 但这一刻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 母亲看她流泪询问着 小宝贝 是在外面受什么委屈了吗 女孩亲身回着没有 只是有些想你跟爸爸 两人向里面走去 母亲说道 本来已经上床睡觉了 听到女管家说你来 就赶紧跑了出来 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女孩回着不用换衣服 妈妈这样很好 你不是总想我这样拉她吗 妈妈以后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以前是我不懂事 好好好 难得你回来 妈妈去给你下碗面 乖乖坐在这等我 上一世 我十分嫌弃妈妈 认为她就是个 不会独立的废人 如同宠物一样被爸爸圈养 但现在我想明白了 对她来说 这样沉浸在爸爸的 娇宠呵护之中 才是最幸福的 沉思时爸爸走了过来 你这丫头大晚上不打招呼就过来 还让你妈妈给你做饭 真是不像话 女孩听后反驳道 爸爸这也是我的家吧 而且妈妈给女儿做饭很正常了 我不管 你妈做的饭只能我吃 你想吃我让阿姨再给你做一份 女孩被爸爸傲娇模样搞得很乌乌 心想这老灯占有欲真强啊 过了一会 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了上来 妈妈吐槽这是给女儿做的 你怎么还吃上了 女孩不敢直视两人 一口面条一口狗鸟 两人刚开始还很含蓄 唠着唠着还奔上了 夫人时间不早了 你该去睡觉了 妈妈表示还想跟女儿烙会 却被爸爸无情拒绝了 妈妈看她凶女儿 小火山直接爆发 你对女儿太严厉了 怪不得她一回来就抱着我 爸爸听后一脸猛逼 然后吩咐下人将妈妈送回房间 妇女俩来到书房爸爸询问着 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那些八卦新闻你解决不了 没有了爸爸 请你相信我的能力 其实今天过来想跟你说点事 我最近查到二叔和赵雨顺想要害我 但是目前证据不是很充足 爸爸听后顿时一愣 冷声询问你确定吗 女孩点头回着非常确定 短暂沉思过后 父亲决定打个电话说清楚 可却被女孩拦了下来 爸爸请你相信我 我能解决这件事 赵雨顺他死不足惜 但二叔是你的亲兄弟 就算你打电话过去 也只能敲打一番 我准备先搜集证据 把赵雨顺搞得身败名裂 至于二叔 那就要看他的态度 很好 不愧是我的女儿 放手去做吧 爸爸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如果到了紧要关头 不用顾忌你爷爷那边 我会帮你压住 女孩听后顿时一乐 心想爸爸的爱总是那么无私 虽然平时对我严厉 但却容不得我受半点欺负 赵雨顺你给我等着 上辈子欠我呢 这辈子我要加倍跑回来 花花公子当众亲吻千亿女总裁 气得前夫哥暴跳如雷 文言拜访完父母被司机送回了家 可刚进院却发现里面有树花 司机走过去将花抱起 微笑说着还有小卡片呢 文言打开查看顿时气笑了 吐槽着以为这样讨好就能挽回 真是白日做梦 明天上午十点来接我 司机听后回着好的 但花怎么办了 花送你了 自行处理吧 司机听后喜笑颜开 对着女孩连连道谢 如果上一世他这样真诚求和 我一定会被打动 但现在我知道他的意乎 便不会再上班 我可怜的孩子 还没出生就被亲生父亲害死 真是个畜生 第二天上午 文言穿着整齐出门了 对司机交代目的地后 拿起笔记本开始当工 司机一边开车 一边鬼鬼祟祟发送信息 弄完一脚油门奔向目的地 文言坐在餐厅进餐时 前夫哥拿着鲜花走了过来 这么巧啊 正想给你送花就碰到了 那确实挺巧 我最不想看到的人 居然在这里碰到 男人嬉皮笑脸想要坐下 却被女孩呵斥左右为难 周围人群听后纷纷议论 吐槽男人就是个田狗 文言怕他连累自己 起身说着我吃完先走吧 你愿意做就做会吧 文言别这样 给我个沟通的机会好吗 这时 李承贤走过来 拦过女孩的腰肢 吐槽想约我的夫人 可以先联系他的助理 亲爱的是不是没吃好 要不要换个地方再吃点 文言默契回着 本来也不太冷 送我回公司吧 李承贤 你们这样演戏有意思吗 谁说我们在演戏 我是真的喜欢夫人吗 服务员请把桌上的食物收走 可不能让别人 吃我夫人剩下的东西 文言听后心里暗笑 李承贤这个小混蛋 真会耍无赖 教训完两人转头就走 前夫哥看着他们走路的动作 顿时发现端倪 大声吼着你连文言的身体都不敢碰 还说不是在演戏 你们之前根本没有交集 昨天你是被文言临时拉过去结婚的 目的不就是为了气我吗 夫人 被他看穿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装了 这个是我本应该昨天给你的惊喜 但是因为巴黎那边天气不好 所以今天才拿到 亲爱的 新婚快乐 说着便将戒指戴在文言手上 然后轻轻拨动头发 直接当着前夫哥的面吻上去 李家十二少当众亲吻媳妇 气得前夫哥咬牙切齿 怎么样大侄子 看清楚了吗 如果这都没看清 我建议你还是去医院看看眼睛吧 郑文言你背叛了我 你这是出鬼是劈腿 女孩听后冷漠回怼 你有证据吗 你本来要和我结婚却突然变卦 现在你们感情这么好 肯定早就勾在一起了 赵雨顺 你应该了解我吧 我不会无缘无故冲动行事 到底是谁先背叛的谁 你这里最清楚 赵雨顺听后疑惑不解 难道他都知道了 赵雨顺 我们已经结束了 以后少来骚扰我 听到的骂大侄子 你以后要是再来骚扰我夫人 别怪我不客气 两人离开后 赵雨顺被气得浑身颤抖 一定是敏真出卖了我 这个贱人嘴上说理解支持我 其实根本就是在利用我 现在看我没有价值直接抛弃 两个臭女人合伙耍我是吧 等着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两人回去路上 李承贤挑逗询问 你不好奇我为什么突然出现吗 文言回着巧合呗 你真相信我出现在那里是巧合吗 当然 那个餐厅是你们李家的产业 去那吃饭很正常啊 而且我听到你肚子咕咕叫 所以就更加确认了 耽误你吃饭的挑的地方我请客 李承贤摆手回着不用 你负责的新能源汽车 马上就要上市了 现在工作应该很忙 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文言听后疑惑询问 你居然知道我目前的工作进度 那是当然老婆大人的公司动态 我必须得关注的 到达公司后 李承贤拉住文言害羞询问 你觉得我刚刚表现得怎么样 文言微笑回着 谢谢你帮我解围 你表现得很好 你可是出名爱玩的李家十二少 怎么现在跟个纯情小姑娘似的 我平时只是和他们吃喝玩乐 没有和女生亲密接触 好好好知道你单纯 等我这阵忙完请你吃饭啊 李承贤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心想他怎么一点不害羞啊 难不成是个老油条